三角肌的放松 三角肌它在我们的肩膀外侧 在前处和后处都有它的面积 然后我们在做滚压的时候 首先需要把手做一个背后的动作 手应该放在尽量靠近另外一侧油温下面的地方 然后在做滚压的时候 先把三角肌的外侧放在泡沫轴上 然后做一个前后的滚动 使得它的前处和后手都能够得到放松 在固定了以后 上面这只手要帮助辅助固定泡沫轴 不要让它转动 在我们做滚压的时候 身体做一个前后方向的旋转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三角肌的每一处都得到放松 现在再累就继续了 那再转动 没差 没有 那 感谢观看